跟股東報告的時候要站在他的立場 讓他聽得懂的狀況之下 我們才說 其他你不用說 他問你才解釋給他聽 企業形象為什麼要良好 怎麼才能良好 就是你要跟社區分享 不同的立場想法不一樣 所以我們經常會有一個叫做 股息平衡的一個原理 就是說我們今年多了 我們會留一部分下來 我們不完全算在裡面 那很簡單嘛 你比如說已收账款 你就暫時把它變成印收账款 印收而沒有收是像你收的嘛 那你如果兜到口袋裡面去 就叫投機奇巧 我不是 我是隨機應變 今年一下話那麼多 那姑望明年的景氣不見得這麼好 那明年一定是低的話 我怎麼向他們交代 所以我就把它弄一部分暗的 留到明年去 那有一個更好的保障 那如果年年有多了 那我就轉投資 然後呢 做更長期的一個保障 結算以後 有盈余 但是沒有現金 很多是账面上的數字 那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印收未收款 我本來可以收的 但是客户欠 托 或者他的支票 一時兌現不了 那怎麼辦 那個我們就 可以心裡知道說 我账面上有這麼多的金錢 事實上 我的库裡面不可能有這麼多 而且做生意 一手進來一手出去 它是流動的 這個錢為什麼叫做通貨 就是它是流通的貨幣嘛 它不可能存下來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账面上 明明是賺錢 那為什麼窮得要命 為什麼有這麼多錢 結果要拿拿不出來 其實這些都是正常的 所以當我們在做財務調控 我們在要跟股東溝通的時候 這些方面都應該注意 因為我們是內行的 股東大部分是外行的 他搞不清楚你在搞什麼發樣 他只要聽你講話 這樣一下那樣一下 他就開始懷疑你 這樣各位應該清楚 為什麼公司對外要有統一的發言人 就這個道理 因為這個羊羊 那個羊羊 同樣一件事情 不同的人它是不同的說法 但是聽的人就會覺得很奇怪 你們到底搞什麼東西 我們對股東要有一致的口徑 不是騙他 而是讓他不要起懷疑 說我們好像彼此有矛盾 其實沒有 只是不同的說法 你告訴股東說我們有錢 但是意思拿不出來 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而我們是賺錢 但是你要我拿現金 就沒有這麼多 他都聽不太懂 我再說一遍 我們跟股東報告的時候 要站在他的立場 那他聽得懂的狀況之下 我們才說 其他你不用說 他問你才解釋給他聽 你不用對大家都說 不用 所以有什麼大眾傳播啊 要跟小眾傳播要相對 有的事情是適合大眾傳播 有的事情只適合小眾傳播 不適合大眾傳播 我不相信說開股東會 歡迎各界人士來參觀 來參加 我不相信這種事情 這是我們內部的事情 所以外面一定有警衛 然後有很精美的紀念品 就是巴不得你來簽個名 拿著紀念品就走 你不要開會最好 我覺得這也是 人之常情 並不是說這裡面一定有什麼詐 我大部分人會這樣子 因為你要說到每一個人都清楚 世界上有相當的難度 有原因 我們也希望抓住機會 為什麼你錢好賺 就是因為機會好 那機會好你要不要擴展呢 一句話講完了 有些公司因為不擴展而倒閉 有些公司因為擴展而倒閉 都有 就是市場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大 或者你不知道哪些人 已經準備要介入了 你不知道 為什麼到最後都是這種曲線 就是因為大家一看好 通通一惡風景進來 結果擊垮了 差不多都是這樣 所以哪一門行業太熱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是勸人家少介入 有一句話叫做 人多的地方不能去 各位要好好記住 人多的地方是不能去 因為人多的地方太愉快要記爆了 你又進去 那正好沉到了 那個風險最大的時候 要進入一個行業應該在低的時候進去 而不是高的時候進去 一個行業等到都沒有人想幹的時候 你就知道時機來了 等到大家都進去你就知道快完蛋了 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大概八九不理十 而偏我們中國人都是敢熱鬧的 西方敢熱鬧 所以我們的事情 沒有幾年的好觀景 那很快就是 大家都把它擠垮了 明明是好事業的 也是被大家搞垮的 都是人的因素 我們還要注意 社會形象要良好 大家想一想 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 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是哪一個 十九世紀是英國 二十世紀是美國 所以我們為什麼 老他把兩個國家當作目標 說要超英港美 就是他目標很大 他最有錢嘛 但是你去英國看看 現在二十世紀以後 英國人是越來越窮 而美國人現在也是非常緊張 我倒問你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懂得 老實講經過二十世紀 人類應該有很大的了解 二十世紀對人類是很大的教訓 你回想二十世紀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一個人有錢以後 要記住 要分享 你才會安全 別人才不會背地裡 詛咒你 我是太多了 你說乞丐很多 你不能給錢 你一給 還有一大堆出來 老實講 這在很多國家都這樣子 你到東歐去 我又是在雅爾達 一個小孩跟我要錢 我給了他 兩三百個就出來了 那會讓你很害怕 然後你就不給了 可是你下次試試看 我都試過了 我不給 一上車 車門一關 他就踢車子 小七鬼 他就罵你小七鬼 有錢人一定受到 很強烈的詛咒 所以為什麼 富不过三代 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你被詛咒到垮掉 你被詛咒到垮掉 你見不起那麼多 能詛咒你的 我很坦白講 所以千萬記住 一個人富有 不要神氣 不要骄傲 因為你的富有 大部分是主上有德 只有小部分 才你自己辛苦劳累 你應該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 你才會 集得給你的子孫 這非常重要的 你看我們現在 稍微有一點錢 我們就開始去幫助 那些貧困的國家 這就對了 這就對了 如果我們也跟美國一樣 我們有錢自己用 然後到國外去 表現很神氣的樣子 那我們也不持久了 一個人 窮要窮得快樂 富也要富得快樂 這才叫真快樂 在二十一世紀 當我們富有的時候 我們要記住 就是分享 分享是美德 是美德 你看中國人 他一家人不太分 就是要分享 我們全家族 只要有一個人 發財了 他一定回家 一定要造福 自己的家鄉 一定要在家鄉 修僑 照路 然後呢 改一些學校 就是所分享 你懂得分享 你的祖宗 會因為你 而受到尊重 你懂得分享 你的子孫 會因為你 而得到福氣 這一點不比心 這什麼比心 企業 形象 為什麼要良好 怎麼才能良好 就是你要跟社區分享 所以你看現在 一個企業 經營起來以後 他就要把 這個社區的道路 他要領養 他要來領養 他領養一段 我沒有辦法全部領養 我領養一段 你幾個企業 把所有高速公路 都領養了 那就保養得很好 我可以 幫助這裡 把機場蓋好 不然人家 第一印象不好 我既然 從這個地方 賺到的錢 我就應該 拿一部分來 回歸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就會很快的 就會成長 那地方成長呢 對我企業也是好的 分享有很多的好處 我有三個小孩子 我老大是讀教導 他學計算機 所以他在學校的時候 就到圖書館去攻讀 那領了一些錢 回來他很高興 啪啪 因為他第一次領到錢 還不領到一些錢 我說那你有兩個弟弟 你怎麼辦 他都吭氣 我說你要我跟他分一分 他說爸爸就這麼一點點錢 要分 要分也多一點才分 我說你傻瓜 多我們就獨吞 少才分 他一天有道理 那就分了 就分成習慣 所以要教育 要懂得兒童的心理 要懂得青少年的心理 你板起天空 跟他說教 講一段對道理 他根本聽不進去 你輕輕鬆鬆的 有時候道理 政跟法 其實是一樣的 你不要害怕 他一定聽得懂 然後來我就很輕鬆 因為他先到美國 後來兩個弟弟弟 幾乎都在教育 一個會分享的人 就會受到尊敬 一個懂得分享的人 上面的人對他就比較放心 所以公司懂得跟社區分享 這個社區就會來幫助這家公司 然後到處去說好 我發現有些公司 不管雜誌怎麼捧他 電視怎麼捧他 可是我一到當地 我就聽到很多不滿的聲音 就是不懂得跟社區分享 中國人不太相信廣告 中國人很相信 聽聞 我們很喜歡打聽 你到了某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很出名的企業 你一定會打聽 打聽當地的人 那個企業怎麼樣 他一反應你就知道了 剛好跟雜誌上所寫的 不太一樣 跟電視上報導的 幾乎是相反的 這種案例太多了 社區對我們好 它會提供我們很多幫助 哪一天搞到社區非常煩的時候 那你要小心喔 它很簡單 它只要一月之間 在你廠區的大門口 用磚頭 起起一道牆來 他就把你封死了 第二天你的員工就沒辦法上班了 這種案例不少 它可以讓你員工沒辦法進出 看你還能營運嗎 我們製造污染 我們製造噪音 我們的人出去 對鄰居 對社區 很沒有禮貌 甚至一製造不安 那社區怎麼說得了 大家從這個角度去 你就知道 為什麼要跟鄰居搞好關係 就這個道理 顧客跟我們有直接關係 但是社會大眾 跟我們不一定有直接關係 他不一定買我們東西 但是他會受到我們的影響 這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整天搞活動 那你怎麼辦 你就要向附近鄰居去說明說明 要不然你吵鬧 人家受到你的影響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送點禮品 或者捐一筆錢給他們社區 做一個什麼花園之類的 那他們比較容易接受 善盡責任 什麼責任 社會責任 我們是有社會責任的 為什麼無商不堅呢 就是因為你只顧賺錢嗎 你不想其他的嗎 你只顧自己嗎 你不考慮左右鄰居的影響嗎 有一家工廠 事实上那是一块空地的时候 他就去了 后来因为他 才慢慢繁荣一个市政 那最后那个市政 大家一直表决 烂街家场 签掉 我们现在是政府在主导 有一天会变成 社区的民众在主导 而且很快 很快 因为当人慢慢生活 安定下来以后 他就不喜欢受到污染 他就不喜欢他的小孩 受到坏的影响 他会考虑这些事情 然后大家一开会 集体的决议 就要求你欠传 你不能说我先来的 你怎么敢我呢 这种话没有人会接受的 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们现在对公害 对环境的污染 对环境的卫生 对公共的安宁 我们的标准是越来越高 我想这是好事情 不是坏事情 企业形象不好 你的员工出去 都很没有面子 你想留人也留不住 你想知道 你的企业形象好不好 其实看你员工 穿你公司的制服 喜不喜欢就知道 有很多人到公司 是不得不穿 一出门赶快就是塞 塞到哪去 生怕人家看到 你是在哪家公司服务的 还有出去老用 是一个手遮住的 因为这里有公司的名字 跟人家讲话老这样讲 那你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 就是他心里头感觉到 在这家公司 实在是不得已 是为了吃饭 要不然我老早走了 那这家公司就 你形象非常差 怎么样才能制造 公司良好的形象 就是你要善尽社会责任 出去人家一看到你 就说你们公司好啊 然后你员工也 说我们公司哪样哪样情况 他们都会相信你 一个社会 如果反企业的情绪高涨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个社会 大家对企业已经没有信心了 迟早我们要面对 这样的一种抗拒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是审查越来越严格 甚至已经订定法令 来限制哪一种企业 在哪一种地区 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 你爱在哪里就哪里 只要你有土地 现在都不行 现在为什么要集中在工业区里面 就是为了便宜管理 所有的高科技 都是很严重的毒 都是毒 老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毒 你只要把键盘太靠近你的话 你身体就受伤 就受伤 电磁波危害人体 是很严重的 所以有人很喜欢吃那个什么 用电磁炉啊 去喝那个汤啊 其实最好都不要 最好不要 我有两句话顺便说一下 一句话就说 好吃的东西对身体都不好 那你偏偏喜欢吃好吃的 你跟自己过不去 第二个 科学的东西对身体都有害 特别是化学的东西 物理的好一点 物理的好一点 生物的是最好 物理的其次 化学的是最糟糕 但是有很多人他根本分不清楚 老实际上大家都不喜欢做聋人的话 那我们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对不对 各行各业总要有人做 大家都一窝凤击到哪里去 那人类就惨了 社会需要各行各业的人 而不是说大家都急热门 所以老天这一点是很公平的 热门一人多就赚不到钱 你看大学毕业重不重要 很重要 这张学历文凭很重要 但是当你去求职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张文凭是最不重要的 因为所有来求职人每个人都有一张 那就不重要的 你有别人没有你就很神气 你有大家都有 那不重要 什么重要 所以当你去求职去应征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张文凭是完全不重要 因为每人都有一张 这时候什么时候重要 给人家好的印象 讲话很有条理 那最重要的 变成最重要的 当一个行业没落的时候 就是你动脑筋 去使他振兴的时候 你找到那条路 他就起来 当一个行业到了高峰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进去 一进去就跟得下来 一投资就亏了 那你活病那时候急热闹 你会发现现在懂电脑的人 有专业 十年以后 懂电脑的人是没有专业 因为大家都懂了 你有什么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还一窝蜂去读电脑 我不用算八字 就知道他40岁以后 找不到工作 靠电脑还能活 现在靠电脑就能活 可是现在年轻人一头钻进去 将来就不能活 当所有人读懂的时候 他就不叫专业 专业是少数人懂 多数人不懂 才叫专业 所以我常常劝很多年轻人 找工作 不要找最热门 在最热门的 你的有限生命是非常短 你看你到高科技去 你大概五年之后 你就被淘汰了 凡是变化很快的人 你要知道 你的有效生命是非常短的 活得越长 有效生命越短 这种人越痛苦 越痛苦 所以很多人这个算盘子 都没有打过来 最后还是自己 一个人安不安 最主要是心态的问题 你心态安 他就觉得安 你心态不安 再好的东西 你都不会安 那叫不知足 那种人就叫做不知足 那不知足的人是最可怜 知足常乐 你认不认 看你足不足 足不是限制自己的发展 而是人不要贪得无厌 人很容易贪得无厌 好 还要更好 这固然是不错的 但是要有限度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有缺陷的 这点我们一定要 自己要认知 只要你活着 你就不可能十全十美 这样就好了 我们现在就是 想突破自己 把自己当作神 最后都去坐牢 对不对 反正自己变神 你就坐牢 那你何必找麻烦 只要你活着 你永远不是神 既然不是神 就有缺陷 就有缺陷 你要接受你的缺陷 你不要跟你的缺陷 去对抗 不要 你整天怨自己 有什么用 你整天怨别人 也没有用 我们做一个人 不断地求涨金 就够了 其他都不重要 我们办一家公司 不断地求改善 这样就好了 还有怎么样 做得大又怎么样 做得小又怎么样 你还是 吃这么多 用这么多 最后还是活这么久 就没了嘛 所以我们常常把不重要的 看成很重要 把重要的看成很不重要 这才糟糕 这才糟糕 安宜不安 是双方面的事 安宜不安 是大家一起的事 所以每一个人 都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而不是无限制地 要求别人 那是不可以的 你有愿望很好 你有理想很好 但是要告诉自己 不可能百分之百地 打成 不可能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所以你可以提出你的愿望 但是当人家尽力的 你就要满意 你就不会痛苦 你看你去吃饭的时候 任何一道菜端上来 你如果说 很好吃很好吃 他就觉得很爽口 很好吃 一想 这什么东西啊 炒成这样子 这怎么吃啊 那你的肠胃就开始 发出那种 不消化的 然后你说 叫此事 重新 捧调一下 那你就糟糕了 当他端去的时候 一路的怨气都灌进去 厨师一看啊 批啪 弄了很多唾液进去 你如果再咸 他就弹都痛进去 比较有味道嘛 那你吃的就倒霉 我觉得这些都是 意料当中的事情 不是好坏的问题 换成你 你也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厨师不可能每一道菜 都烧得很好 不可能 你不能要求他 他情绪好的时候 他就烧得好 他情绪不好 他照样烧得不好 尤其是中国菜 台湾有一个 非常会捧调的人 他每次上街 买鱼都买两条 然后煎成一条 一条不能吃 一点味道没有丢掉 两条鱼的滋味 味道都 煎到一条鱼上面去 多厉害 可是他就逃不到老婆 所以不敢嫁给他 嫁给他 要同条天天爱骂 而且他去吃饭 最紧张就是厨师 厨师一听到某人来吃 挂挂的鸟 夹把劲满身的汗 端上去 还要偷偷去看 看他表现怎么样 一吃一口 这个厨师就完了 一吃点头 厨师马上加薪 他有这么大的威力 但是自己很痛苦 因为别人煮的鱼都不能吃 他天天要煎给别人吃 用所有人说 你给我煎鱼 来给我煎鱼条 做奴才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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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